文化 文化和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会融合地交绎在一起 文化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人类的价值 技巧 才智 审美观 都可以从文化表演中看出来 文化是一种淨化和美化了的传统 它被用来影响和提升美术以增加娱乐性 文化习俗能够激励人们的思想 人们的感情能够因为文化而变得平稳 满足和神圣 亚洲会著名的是它文化的形成 而佛教文化在这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文化也可以保护和提倡一个宗教 当我们以文化活动来介绍宗教的时候 我们的日常宗教活动也变得更加富有吸引力 而且我们也能够影响别人来跟随这个富有生命力的宗教 我们可以说文化活动本来就是一块让我们了解宗教生活方式的踏脚石 那些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宗教意识的人 慢慢也会习惯性地参加和喜爱上宗教活动 当参加了这些活动以后 人们将会拥有很多机会 来增进他们的正确宗教知识和了解 如果不是 他们将会将宗教全部丢在一边 如果人们已经受了高深的教育 以及提高了本身的了解能力 而且又拥有圣洁的性格 那他们就不必积极地去参加传统或者宗教活动 来使自己成为一个虔诚的宗教徒 宗教能够为丰富文化而做出巨大的贡献 我们可以说 多数亚洲国家的宗教修持 都与文化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舞蹈 歌唱 美术 和戏剧都能够带来极大的精神激励 如果缺乏了文化 那么宗教活动 将会变得枯燥和毫无趣味 当实践佛法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干扰其他人的传统 或者其他宗教的教徒 这种宽容的精神 和和平的相处 令人欣赔的行为 以及和平的态度 都可以当成是文化的一部分 而是在了文化的一部分 在哪位客人的道具都能够建立的生命 对手的kn go 制作了文化的一部分 根本线高辟